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博彩業在澳門發展已經超過100年以上 現在博彩業的工作環境和制度相比幾十年前已經很不同 之前有一集我講了現在可觀的辛酸 今集我就講以前的可觀一點都不辛酸 還多麼厲害 在回歸前只有一間賭牌公司 即是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在七十年代要入歐語是需要考試的 不單要量身高、量體重 還要做一些考試,譬如計數、讀報紙 檢查中英文水平,一路到最後要經理面試 不要小看經理這兩個字 現在經理是基層人士小野妹妹 自從美資進來才發明那些所謂的SVP、VP、Director、總監之類 以前經理真是最大的 經理面延市回到消息 通常等個多月 有你份就會再培訓三個月後 再準備出場做事 面試比較嚴格 原因之一是因為外面人工 和在奧漁做服務員相差很遠 外面做文職一般人工只是幾百元 五、六百元左右 但在奧漁做服務員 價碼已經去到三千多元 所以當時娛樂公司真的有很多人想進去做 但條件亦相對高 例如近視不聘 你輕飄飄,風都吹得動 看藥不聘 行路拐拐拐拐,直線都行不到 也不聘 以前面試就好像選秀那樣的 好像選港者要走貓步,轉個圈 給經理、給考官看看 你行路有沒有問題 初期學歷要求最起碼都要中學畢業 但到後期澳門的賭業發展得比較蓬勃 要求就降低到只要中學程度就請 到八十年代聽說小學雞都照殺 考入來之後在培訓時就有分別 每次培訓員一部分人會被點名做服務員 一路流下來的人就分配去做莊可證位或替位 如果有一些阿姐請假,服務員才能去做替位 比較幸運的是當然做到證位 因為證位收的是莊可人工 那時候人人都希望做證位 因為兩者的收入有較大的距離 莊可一日的收入甚至是服務員的三倍這麼多 因為是日薪所以不上班就沒有錢收 所以以前的可官都是全年無憂 真是老公出去滾都沒有時間理 你想想七八十年代做過可官就有七八千元 甚至過萬元的人工 真是收入很高的 聽前輩說以前的姐妹通宵都不睡 制服又不悶就坐快船過香港連卡佛購物 當時可官的消費力真是很高的 人工真是夠一年買兩層樓都可以 一個可官的收入可以養齊全家 供子女去哈佛讀書 不是哈爾濱佛教大學 是美國哈佛大學 收入高度去搭巴士都比司機歧視 說賺這麼多錢做什麼學人逼巴士 你說多交叉吧 所以江湖全民聽說以前的人說進去做 是要人介紹的 還要給三至四個月的人工 即兩至三皮野介紹費 因為一進去賺很多錢 所以很多人都不志在還欠崩頭 那時候很多人都選擇娛樂公司 而不選擇政府工 是因為娛樂公司的人工更高 現在世界輪流轉 倒轉 可官兩皮野到處都是 真是爆條街頭衝走一大堆 政府工就不同了 人工高福利好有保障是鐵飯碗 現在大堆人爭 好了 這一集就先看到這裏 還有事要說 不過留下集再說 如果喜歡聽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